其他消息來看到台中一間親子寵物餐廳 金泉在舉辦草地派對的時候 發生粉塵爆炸意外 那民眾就PO文 表示在8月11號直擊這家餐廳 有人在舉辦戶外幫場派對的時候 發生爆炸意外 當下造成了不少人耳膜疼痛 眼睛也因為粉塵不停的流淚 女網友就在Dcard發文了 說當天她帶著孩子在這個餐廳用餐 在草地上就拍照玩泡泡 隔壁有客人是正在進行派對活動 還施放煙火 但是卻突然傳出爆炸巨響 接著有大量的粉塵飄散 還有濃濃的火藥味 嚇得其他客人是褻臭逃竄 還有人是耳膜疼痛 那麼PO文的民眾就表示了 自己兩歲大的兒子 也因為大量的粉塵 不斷的流淚有眼睛 我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